Yo! What's up? It's Tao 今天我們要講有氧 Alright 知道這個話題很多人都很想要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誰需要做有氧 什麼時候需要做有氧 還有怎麼樣做有氧 Alright 廢話不多說 Let's go 所以首先很多人會有兩個極端的人 一個是我覺得我不需要做有氧 我從來不做有氧 我就做有氧 我不如去做重訓去燃燒脂肪 然後另外一派的人可能會說 我一定要做有氧 做有氧才能減肥才能減脂 我才能讓我體重下降 那其實我的觀念應該是在 中間偏向不做有氧 因為其實我去做有氧的話 我除非是逼不得已我才會做有氧 那我給你解釋為什麼 基本上做有氧的人 你為的當然就是為了要減掉你的脂肪的體脂肪量 那減掉體脂肪量其實 你知道靠運動還有少吃嘛 這兩個是密切相關的 那我覺得如果在吃的部分 如果我今天吃的calories 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可以讓我縮減的話 假如我今天吃2500大卡 這是我的體重 維持體重的熱量 那如果今天還可以減200大卡 那我也不會覺得說特別飢餓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用減掉calories的方式 而去省掉我做有氧的時間和有氧的力氣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誰應該要做有氧 誰適合做有氧 我覺得是只要是 這樣一個人 他有在控制他的飲食 知道他今天吃進去 他今天有控制他的吃進去的量 那你就可以用有氧的方式去 繼續的保持減肥的這個狀態 同時如果你今天減肥遇到卡關的時候 你發覺我已經沒有任何熱量可以再減 再減下去我就完全不用吃飯了 那當然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適當做有氧運動 其實做有氧運動 它不只是減肥上面的效果 同時它可以讓你的精神提高 那種運動後的那種腦內飛那種感覺 所以有氧運動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你要選對時機做 而不是 我不建議一開始就做有氧 就是你在減肥的時候一開始就做有氧 因為我覺得這樣太浪費了 你不如在先把你的飲食上面控制好以後 等到你遇到卡關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多增加一些有氧運動進去 那我剛剛說了 我要教你怎麼做一些有氧運動 我個人是喜歡做高強度的間接性有氧 因為我覺得高強度的間接性有氧的話 是非常非常不費時的 大概整個Session大概在半小時內就可以結束 而且它的這個效果 足以比那種低強度的這種有氧 40到45分鐘這種低強度的有氧還要來得有效 而且時間又縮短 所以是非常有效率的 那我現在跟你們分享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這種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的方式 那其實基本上它有不同 很多種不同搭配的方式 但主要的概念就是說 你今天在做High Intensity Training的時候 一定是高強度健康有氧 一定是有一段時間 短暫的時間是你全部 你用你全身的力氣去滑步 一般就是跑步 不然做任何對於這種有氧的動作 然後再來 加了一段時間是短暫的時間休息 這休息完全不是靜止 但是假如說是 直接在跑步 你可能前面的幾秒鐘是在衝刺 然後你花後面的時間慢走 然後再衝刺再慢走 再衝刺再慢走 就是這種高強度的間接性有氧 那我每一次開始start我的那個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花五分鐘的時間暖身 五分鐘時間暖身 這五分鐘的時間一定是 在中強度的範圍內 假如說我今天衝刺是高強度的話 那我可能用慢跑的方式去暖身 我花五分鐘 那五分鐘中間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高強度健康性有氧的訓練 再花五分鐘 結束以後再花五分鐘的時間 去做暖身的運動 那我先跟你講幾個不同的方式 第一個Option 1 你花15秒的時間衝刺 再來花45秒的時間慢走 這樣子的循環 你循環一個十次 Option 2 衝刺20秒鐘 然後慢走60秒鐘 這個循環 這個循環不是十次 八次 那第三個Option 就是你衝刺30秒 然後再來就是你休息90秒鐘 然後這個循環 你只要做六次 所以說 有這三種不同的選擇 看你的今天的體力 還有你今天的能量 Energy在哪裡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搭配的方式 所以講了那麼多 結論就是 我認為 因為如果你今天要從Cardio上面得到最大的Benefit 最大的好處的話 你必須同時在飲食上面這一塊 你也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你要知道說你今天需要摄取一種食油量 還有你的營養素要摄取的多寡 這個東西 如果飲食 你只在 不知道要怎麼樣 有頭緒的吃的話 那你是純粹做有氧 你到最後 你不但 沒辦法繼續減掉你的脂肪 反而 很多人 不時的會 喪失他的肌肉 因為他們做有氧的時候太過超過 然後飲食上面有沒有注意 所以我覺得 對 就是要做有氧的話 可以做 每個都可以做 而且有氧它對身體技能提升 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但是我覺得就是 飲食這一塊 當你了解這個 怎麼樣吃飲食的時候 這個時候在做有氧 它有 這個有氧可以 幫你突破很多 很減重上面的關卡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樣 規劃你的飲食的話 甚至 不知道怎麼樣設計你的送訓菜單 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找到我 我都有在專門的幫人家 規劃這些東西 Alright 那今天就講到這邊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I'll see you next time